宣传新片《追凶折野》 刘烨最近是抽空来到了金星秀来做客 出道至今刘烨已经出演了 50多部电影 40多部电视剧 合作过了众多搭档 他这次聊聊他的夜女郎 来看一下 刘烨拿过金马 金鸡和金爵三座影的奖杯 角色摆变的他还有个特色 就是不管放在哪位女演员身边都特别和谐 这一回来金星秀做客 刘烨也将女搭档们分门比类 究竟在三金影帝刘烨的心目中 谁才是那个特别的她呢 刘烨和赵薇的合作还要追溯到八年前 在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里 两人第一次合作 年纪相当 性格也相逃 大大咧咧的赵薇私底下和刘烨就跟哥们似的 巧合的是 在第五季中国达人秀的现场 作为梦想观察员的刘烨赵薇再次相遇 这刹客打魂之间 两人的默契不言而喻 我们曾经一起拍过戏 在我看来刘烨是一个火宝 所以跟他一起从那个剧组吧 在大人学又一次合作 我相信是很有火化的 大众眼中古怪经历的赵薇被贴上哥们的标签 女神的桂冠 刘烨则戴在了妮妮的头上 妮妮和刘烨认识得最晚 三年前两人合眼杀戒 当时影片导演之争 掩盖了不少主角的风采 但是刘烨却对这位年纪最轻的夜女郎 青睐有加哦 妮妮当选女神 高媛妮的粉丝们可要不服气了 要知道她和刘烨合作过 《南京南京》 《无人驾驶》两部大作 到头来只落得个手口如瓶的称号 我跟他在一起六年 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 那你为什么来找我呀 对你们的秘密最能手口如瓶的人 媛媛 媛媛 媛媛是一个绝对是那种手口如瓶 然后特别 你跟他说为什么事 他绝对不会跟别人讲 同样合作过两次的大S 在刘烨新中则是好妈妈的代表 留下俩萌娃交到大S手上 那必是极好的 最放心让他帮你开一天孩子的人 对对对 大S 大S 可是我自己当了妈妈之后 我就发现其实真的 你深入其中之后 那个感觉跟你在旁边看人家当妈妈的感觉 真的不一样 就有时候你会手忙脚乱 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 你爱你 你孩子爱到那个心头都要爆炸了 然后我就想说我这样正常吗 然后我爱我的女儿 爱到都不想出来工作 我就想说这样正常吗 在这么多同龄的女演员中 刘烨却把最默契投给了前辈巩俐 最默契的 最默契的 演戏最默契的 呃 巩俐 巩俐也是最默契的 演戏 你叫她出来吧 母后说什么 你叫她出来 母后 满城建在黄金甲中 刘烨与巩俐的对手戏不少 面对当时饰演自己后母的巩俐 刘烨曾说 巩俐某种意义上 就像是自己演技上的指导员 只要与巩俐对戏 自己的感情一下子就上来了 同样靠演技行走江湖的周迅 在刘烨看来是个酒友 对待感情感爱感恨 对待表演尽心尽力的周公子 在私下的酒量究竟如何 刘烨还是要卖个关子的 娱乐新的地上海采放不到